今天是上人的慈悲教导 我们请师父老人家稍坐两分钟 我们有些话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网络前的观众 可能大家还不太清楚 在5月20号 师父老人家从香港出发 受联合国的邀请到法国巴黎参加联合国的大会 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那么在巴黎期间呢 师父老人家每天都要接待很多的客人 还要参加会议上台演讲 七天的时间也没有休息 在七天之后 师父老人家是凌晨一点半 从巴黎起飞 又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赶到斯里兰卡的科伦坡 在这个地方呢 继续讲经教学 第二天就开始上台 给大家做开示 那么斯里兰卡这个地方天气很热 我们看到啊 不光是观众 还有很多工作人员 像我们呢 每一场这个衣服都要湿透了 那么我们看到师父老人家 已经是87岁高龄 长期的在外奔波 每一天呢 到各个场地来做报告 有的时候路途上就要花费 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那么我们看前面还有两盏大灯 一直是照着师父 这个眼睛啊 也会很疲劳 这个地方呢 天气很热 也没有空调 一边在师父身边呢 都是那个风扇在吹 你想出了一身汗之后啊 那是什么滋味 所以我们在这儿特别想告诉大家 尤其是网络前的观众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当你们看到这么难得的慈悲的开示 当你们在家里很舒服的拿着茶 这个喝着茶水 在听着这些教导的时候 希望大家能够珍惜 希望大家能够感恩 再有我们感觉到斯里兰卡人非常有福报 还有天下的学佛人非常有福报 那么我们这个福报是从哪里来呢 我们现在知道了 是从我们老法师老人家受苦而来 我们大家真的应该心存感激 这个佛陀的教育是非常的难得 让我们再次感恩师父老人家 让我们以所有的功德 全部都回向给他老人家 盼望老人家 法体康健 多多保重 人类啊 和平都需要老人家 好 我们大家全体起立